好的各位同学们我回来了 依旧是先来检测一下我们的直播设备 如果能够清楚的听到我的声音 并且能够看到我们屏幕画面的 请在我们弹幕上刷上一波小表情吧 来吧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 电脑一直不能关要上课 那等一会课上完了 你可以把电脑重启 这个你可以不重启电脑吗 就重启一下PS就可以了 好的那我们就开始了 优望同学晚上好呀 来我们来开始 Z0同学晚上好 正好七点钟 好的来我们今天是第十四节课 我们的课程进度已经快过半了 对不对已经过了一大半了 基本上过了三分之二了 还有六节课我们就结束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今天十四节 第十四节课上的是暖心治愈插画 那这一节课的内容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暖心治愈插画的特点 再来看一下治愈插画的创作思路 再来看一下它的颜色 这一方面我们需要注意的 还有是光影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注意的点 欢迎我们的秦嘉宜同学 对秦嘉宜同学是感觉这 感觉这两节课好像都没有看到你了 来今天我们的案例呢 就是画这一个小女孩 这一个尺寸的话 没有固定的尺寸啊 大家直接去用我们的快捷键C 你可以先新建一个A4的画布 然后再用我们的快捷键C去给它裁一下 裁成这么大就可以了哈 那分辨率是300DPI 然后我们的作业一呢 是大家可以去任意临摹一张这种暖心治愈的插画 作业二是可以去进行一个原创 然后最低完成要求是要去临摹一张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咱们的内容哈 首先呢了解暖心治愈插画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定义 暖心治愈这一词 它一开始是来源于西方 寓意是明亮的艺术 那在我们的插画这一块 它指的是用色彩温和 柔美的画面 带有故事性的画面 让我们联想到美丽的事物 当我们在看到一张 偏暖心治愈这种插画的时候呢 我们会从中得到一种心灵的慰藉 平静快乐 并且会感受到幸福哈 那这个是看个人啊 就是但是它的总体特征 是我们眨眼看起来会觉得非常的平静哈 非常的平静 并且有一些温和的感觉 你看大家自己喜欢的这种画风哈 就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画风 可能也会带给大家不同的这种感受哈 这个也是个人的一个喜好 那我们的暖心治愈的插画特点 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是它具有象征性 比如说我们第一张图它画的是一个耳朵 对不对 整个色调用的是一个偏紫粉色调的颜色 是不是比较的 哎 整个颜色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比较偏嫩色调的感觉啊 比较的神圣 那我们的耳朵 它的一个象征是代表一个听力的象征 当我们我们就可以去画这种局部 比如说你还可以去画手可以画头发或者是画我们的嘴巴或者是眼睛 因为眼睛它也具有象征性代表我们的心灵对不对 然后嘴巴是象征着我们的说话 所以也可以单独去画嘴巴 当然鼻子也是可以单独去画的 因为我们鼻子它象征着嗅觉 棉花糖同学晚上好呀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图啊 第二张图这个是一个女孩子手里拿了一个灯光 对不对 那这个里面的光束它是象征着一个光明的感觉 对不对 然后后面一张图是我们的鲸鱼为主体 那鲸鱼它一般都象征的是自由 除了鲸鱼以外 它鲸鱼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 它现在这张图鲸鱼并不是在大海中遨游啊 是在天空中遨游 天空也是代表着一种自由无束缚的感觉啊 所以两者结合在一起 同时来象征这个自由的主题 这是第一个特点关于象征性 来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第二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它是具有安抚性 安抚性的话 简单来说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一张图 比如说你现在可能有点烦躁 还有点不安 但当你看到这一张图之后呢 这个图可能会使你的情绪慢慢的稳定下来 你会被这一张图给触动 怎么说这一个我们可以从这张图来看一下啊 我们第一张图的话是在一个冬天 对不对 整个画面的话 其实它的大部分的颜色都是一个冷色调 但是呢 它中间的主人公这一块呢 用了大部分非常明亮的一个暖色调添加在里面 非常的吸引人眼球 对不对 一下子整个画面它就暖起来了 而且除此之外呢 它的整个伞是成一个曲线型 对不对 这种曲线型是给人一种比较柔软的感觉 还有这个小女孩的身体 你看都是一个曲线型 让人看起来非常的舒适 有一种冬天温暖的感觉 然后第二张图的话 它整个画面也是具有一个曲线型 这是一个环保题材的话 一个环保题材的插图哈 是一个独角兽的守护神 宇宙守护神来守护着我们的地球 对不对 把地球拥抱着 那拥抱这个动作也是意味着一种安抚 对不对 一种安慰 这种感觉哈 所以呢 这是它的第二个特点 具有安抚性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第三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的话是具有趣味性 比如说第一张图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龙猫里面的几个小龙猫 它整个图是在一个下雨的夜晚 上面的小龙猫打着一个 用这个叶子打着一个伞 对不对 并且它打伞不是为它自己一个龙猫打 它是还为下面的好几个龙猫 还有几个小煤球打伞 那这几个小龙猫和煤球之间 又有一个眼神的互动 它们之间就形成了一种 让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哈 不是说你看一眼就觉得可以把它完全看完 就不再看了 而是想不断的再多去看几次 能体会到它这个画面的趣味性 是不是 然后第二张图的话呢 它也是有一个互动的趣味性 是绵羊和睡眠小女孩 你看因为我们说睡不着就要数绵羊 对不对 然后数绵羊 那在夜晚里面呢就有星星星空 还有一个睡着的小孩 再加上我们的绵羊 之间是有相互的粘系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趣味性特点的表现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个 就是一个故事性哈 第四个故事性的话 就是说我们的画面 它是具有故事的 比如说第一张图是一个精灵和小男孩 它们之间的故事 可能是一起去冒险 对不对 一起去寻找宝藏 都有可能 这是它们之间发生的故事 然后第二张图的话呢 它是一个比较梦幻的感觉 在海面上 在我们的海岸上 立了一把锁 然后锁的后面是可以看到海洋的世界 海洋海底对我们来说哈 都是有一种比较奇幻梦幻的感觉 在童话故事里面经常出现哈 给人也是一种比较美好的寓意 然后再来看一下第三张图 第三张图呢 它是就是我们沿海边啊 就是沿海边的这些城市 它们很多有一种习俗 就是要出海 出海航行之前呢 会先进行一个祈祷 来保佑它们平安归来 那这一张图是把起 祈福祈祷 这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 给它具象化了 变成了一个精灵一样的形式哈 然后在海面上为它们祈求 下面这一张图呢 也是一个故事性哈 是一个女孩跟鱼之间的 一个故事互动 然后最后一张图 是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兔子 它们之间的一个互动 你看兔子本来 原本兔子是我们的画面 一个占重笔的主体物 对不对 但是这个兔子 它看一下呢 这个小男孩 是不是啊 就把我们的这个视觉中心点 再一次进行了一个引导 你以为那一个是个大门 好的吧 是一把锁哈 一把锁 然后呢 这个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视觉中心点 就会随着这个兔子回到这个小男孩身上哈 那这个小男孩才是这个画面中较重要的一个中心人物 那这一张图呢 是一个叫做吉米的画师画的 他的画风 基本上都是这种暖心之欲的插图 喜欢的同学可以去搜索一下这位画家 还是挺出名的哈 那以上就是我们暖心之欲的四个特点 我们来截图做一下笔记吧 三个一截哈 这边两个两个一截 截完以后呢 有问题的话就提问 没问题的话就给我刷一个9 我看我有好几本啊 你有好几本他的画作吗 吉米 他画的都是这种暖心之欲类型的哈 有好几本他的书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来截一下第三和第四个特点 趣味性和我们的故事性 截完以后呢 依旧是给我刷一个数字 刷一个零 治愈都没线稿 你也可以画有线稿的哈 这个没有什么固定的要求 但一般这种治愈风的话 是机里感的比较多 机里的或者水彩的 都会给他做一点质感进去 好的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块 第二块就讲一下 他的一个创作思路 那这个创作思路 我们主要是从三部分去了解一下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讲故事 我们一个画面会让人觉得有看头 那他一定得是去进行一个讲故事哈 就是画面中一定得有他要表达的东西 才会让人觉得很耐人寻味 感觉没线稿就不会那么紧张 线稿有这么可怕吗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图啊 第一张图也是吉米这个画师所画的 他是一个天使的男孩 为一个盲人的小女孩撑伞 整个画面也是一个比较具有故事性的感觉 对不对 然后第二张图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小女孩 那这个画面讲的这个故事 就是在冬天里面这个女孩为这个猫去遮雪 并且还给他把围巾围上哈 整个画面都是有故事性并且有互动性 所以说在我们进行一个原创画中暖心之欲题材的话 如果你不不知道怎么就是去表达你的画面 不知道怎么去给他画一个暖心之欲 那我们首先第一个可以从一个讲故事的题材去画 比如说你可以画一个在路边 路边喂流浪猫的场景 对不对 或者是猫猫舔狗狗猫妈妈舔小猫咪的场景 这个都是一个比较暖心之欲的场景 都是在讲一个故事哈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可以从一个多元素结合去表现 比如说第一第一个图呢 是一个狮子有个动物 对不对 动物和这个麦田还有几个小狮子进行一个结合 绘制了一个 父慈子孝的场面 这应该是个公狮子啊 然后第二张图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女孩子和一个小狗 在一个自然场景里面哈 一般我们在去画中暖心之欲的时候呢 想画这种场景就一定要画这种自然场景 最好去加一些小动物在里面 我们的画面才会更有这种治愈的感觉 然后第三个的话是这种比较抽象的哈 就小鹿 一个小鹿的精灵形象 然后拥抱着星星月亮 就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夜晚该睡眠的时候啊 看到这张图就有一种好梦的感觉 然后呢我们的第四张图是一个女孩子 她在天空里面去遨游 她这个也是一个多元结合的表现哈 我们人和一个天空的结合 那天空自古从今都是人们一个向往的地方 向往着一个自由舒适宽广的感觉哈 我们人类也都是非常向往去飞翔的 那这个这一张图正好结合了这一个幻想哈 而且这一个女主人公又是一个非常舒适的状态 躺在上面 像是在睡觉的感觉哈 所以整个画面给我们就是一种非常放松 自由空旷的感觉 线稿简直恐怖 这跟RX有什么区别 RX是给小孩子看的呀 暖心治愈她的受众 基本上是所有年龄阶段都可以的呀 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哈 来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 第三个的话呢 是一个局部放大 细节感动人物 那这个局部放大 我们刚刚看到的第一张图是个画了一个耳朵 这个耳朵也是一个局部放大的特点 我们除了说画耳朵以外呢 还可以画像是我们的五官对不对 所有的五官眼睛鼻子耳朵 眼睛鼻子嘴巴都可以去画 包括眉毛也是可以去画的哈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图 第一张图的话呢 它是放大了这个人物的上半身 并且是在放一个烟火 因为烟火也是一个美好的事物哈 所以在这里呢 它的重点其实是在这一个人物去放烟火 这个动作上面 然后第二个图呢 它是去放大了我们的人物的脸部 加上它的头发 跟一个海洋的结合哈 让人联想到这种海洋的宽广 我们的李喳喳同学又迟到了 来再来看一下下面一张图 第三张图的话 它画了一个手对不对 那这个手的色调 跟我们耳朵的色调是一样的 都是这种淡淡的蓝紫色调 并且都会加一些星星在里面啊 这样就会让我们的画面 像是在宇宙里面的感觉 我们也可以去画这种哈 这种也是可以去画的 这个绘制方法就是偏厚图的这种感觉哈 就纯去用厚图去画它 然后下面一个呢 也是一个女孩子和一个海洋的结合 这个里面它放大的是这个人物哈 放大是这个女孩子整体的一个人物 然后这个的话 它放大的是月亮和这个亲吻的动作 让人感觉也是一个比较好梦的感觉哈 那我们看一下来这个暖心之月这么多章哈 其实大部分是不是都会涉及到星空宇宙这些东西 是不是 那我们再去自己进行一个原创的时候 也是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去入手 星星 太阳 月亮 宇宙 然后天空和海洋 这几个题材去入手哈 都不会出错 好 这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创作思路这一块 大家有问题的话就提问 没问题的话就来截图 把它们做一下笔记 嗯 这个就截一个小图哈 主要是看这三个点就可以了 截完以后呢 给我刷一个6 有问题就提问 没有错过什么吧 待会还是要去听一下回放的 好的 那我们来接着往下看哈 下面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颜色和场景 和它的光影场景的光影 那颜色的话 它的特点啊 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 就是多用低对比度 我们来可以看一下这一张图啊 这样其实有颜色在 我们可以可能是看不出来哈 我现在把这一个图给他去一下色哈 在这里去一下色 删格化一下 Ctrl Shift加U一键去色 去完色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 整个画面没有特别黑的地方 对不对 基本上都是一个偏灰的调子 它的亮面也没有非常的亮 它的暗面也没有非常的暗 你看它的暗面和亮面相隔并不是很大哈 基本上只在这一个上下范围内去波动 然后它的基本上整个色调 整个中间调都是一个灰调的感觉 所以说它的对比度比较的低 这样我们的画面就会觉得更加的平和安宁哈 然后后面这一张图也是的哈 整个色调也是采用这种低对比度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我把它给删格化一下 Ctrl Shift加U一键去色 也可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你看你吸一下它的画面中最暗的颜色 直到这个区域为止 然后吸它最亮的 也没有到这种纯白色哈 纯白色这种亮度 所以说我们再去画的时候呢 就可以尽量用这种低对比度的颜色去表示 当然除了这种低对比度的哈 还有像是我们下方这两种颜色烧身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这里两个颜色烧身的图哈 唯一就是先来给它变成黑白色 你看我吸一下它的这一个暗色 这个暗色是非常暗的对不对 然后你再吸一下它的中间调 再吸一下它的亮调 其实这一张图的话它的一个对比拉的是 我比上面两张图都要大对不对 我们看这个黑白关系就能看出来 上面两张呢 它整个画面都是偏灰的 但是下面这个哎 它该黑的黑进去了 该亮的亮进去了 但是为什么我们依旧会觉得它比较的治愈呢 比较的暖心呢 那是因为它的整体用 它的整个画面是比对比度很强啊 这两个就是对比度 暗的地方很暗 但是它亮的地方又很亮 就是整个画面并不脏也不灰 有一个明亮的地方 那这个明亮的地方 正好是我们的一个视觉中心点 我们集中会去看到它 所以说整个给我们的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后面这张图也是啊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一张图 依旧是先复制一个哈 给它向下合并一下 然后Ctrl Shift加U去一下色 你看这一张图它该按的地方也按下去了 但是它该亮的地方也非常的亮 那这亮的地方又真好是一束光打下来 照在我们几个主人公的身上哈 就对比度很强 像这样的明暗对比度强 那这样我们也不会觉得这个画面非常的脏 非常的非常的暗哈 只要你的题材哎选的好颜色稍微选好一点哈 我们这个暖心之欲的这种氛围感就能出来 这是关于一个颜色 来我稍微来写一下哈 这个是第一个是多用低对比 然后第二个这个是一个高对比 对比度高 高对比度 像用这种黑白关系特别分明的图 我们只需要记住哈 一定是该亮的地方一定要提亮 那该亮的地方我就写简单一点 就是我们的主人主体主体物一定得亮哈 主体物 一定是亮的 一定是我们画面中最亮的 就是你最想表达的地方 一定是我们画面中最亮的 这个是关于颜色这一块哈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他的光影 光影的话 他是柔光 顶光为主 比如说我们这一张图他整个画面就是一个 顶光加柔光月亮嘛月亮周围散发的一个 柔光 然后他向下照耀 对于我们的海面和人物来说他又是一个 顶光 然后这一个小路的话他也是上方打的一个 光哈 并且呢他自身也发光 柔光加顶光 那下面这一个下面这一张图呢 他也是一个柔光哈 但除了柔光以外他还有一个点光源 对不对 然后他还是一个立光的环境 然后像这一张图的话 他是采用一个午后的感觉 所以说他在这里用了一个点状光 点状光我们只要用的好哈 也能把这种非常暖心之欲的场景给他表现出来 然后下面这个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是一个底光 加一点点的去环境光哈 环境光源照在里面 那整个这个底光里面他并没有非常强烈的光源 而是整体都发光 让这个下面的河水有点像银河一样去流动哈 然后这一张图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是一个天光 再加一点我们的点光照射在这个森林里面 对不对 光源的对比度很强 所以说我们这一个主体人物也非常的突出 然后下面这个整个画面 他采用的也是一个柔光加上全焗光的感觉哈 柔光加上我们的全焗光 所以说呢在暖心之欲这种光 其实我们我们在基础课学到的这几种打光方式都可以用 但是用的比较多的是我们的柔光和顶光 好那这一块的话同学们也来截图一下 就把这个颜色和这个光源这两个地方截一下图 截完图以后呢有问题提问没问题的话给我刷一个2 其实我们学到现在大家就发现了很多这种风格哈 他可能就是题材有一些区别 他的题材素材和想要表达的主题有一些区别 但是他们在这种颜色呀什么方面啊颜色打光方面 其实很多地方都是一个通用的 而且在我们的这个绘制手法上同学们不要被限制住了哈 像这种暖心之欲的我们可以用很多种绘制技法去画他 比如说我们第4节课学的水彩 比如说我们学的RX这种精力风 又比如说我们学的唯美少女 这画脸的这种半厚图形式 我们都可以去画他啊 只是说这个题材是一个暖心之欲的题材 但是我们用来去表达他的这个技法是可以多样不同的 好的那我们呃前面的这一个理论部分就讲到这里结束了哈 那现在呢给两分钟的时间大家整理一下今天的笔记 看一下前面这一块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就开始画今天的案例 等到7点26我们就开始画啊 我把音乐调出来 后面其实我们的理论内容都相对来说不会很多 主要还是怠念案例 在案例中去学习这一个绘制的技法 画画这个东西还是技法最重要 我喝一口水哈 我感觉我的声音有点小 大家有问题就提问哈 这种光源画上去还是发光样式做的 都可以啊 你既可以画也可以发光样式做呀 只要能达到这种效果就可以了呀 或者两种一起用也可以呀 你的发光样式如果发的不好的话 发的不够亮的话 你就再自己叠加一个图层上去 再给它加亮一层也是可以的 今天有一个笔刷哈 这个暖心之欲的补充笔刷 我们可以双击去给它安装一下 这个补充的这一个暖心之欲的笔刷里面啊 稍微好用的就是这一个湖水啊 画湖水的 它是一半虚一半实 看一下 你看一半是实边一半是虚边 你去画这个湖水就非常好画 你看 几笔就给它画好了 笔刷 笔刷最多可以安装多少 还是一直随便安装 好像是一直随便安装都可以吧 只要你电脑不卡 你想安装多少就安装多少 发光又忘了怎么做 学一个忘一个 发光就是在我们的图层样式里面啊 我把音乐声音稍微调小一点哈 发光就在我们的图层混合样式里面 我待会做这个星星的时候再做一次哈 再认真听一下 那我们现在就来给这个画一下啦 我先来起个草稿 今天就不勾线的 我们就画一个草稿之后 然后及时然后再上色 这个案例就是不用勾线的啊 选一个 选一个线稿笔来去给他画一个草稿 找一个黑色的笔 你看我们可以把这个画布放小一点点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去给他定位了 对不对 定一下这一个鸭子 这一个天鹅在哪里 那这一个画面暖心之余是我们的一个天鹅 天鹅他其实象征着一个高贵 并且是呃代表有母性光辉的这种角色哈 所以说在这个画面里面的动物就用了我们的一个天鹅 天鹅加上这个小女孩去表示 然后像是我们如果在画面中要画人类的话 一般都是画呃少年少女然后小男孩小女孩 这种东西这这种年龄段的哈 或者是老人就是年龄慈祥慈祥一些的老人 这种是画的比较多的哈 一般很少会去画一个中年 或者是一个非常妖魅的女性去来放在这种暖心之余的场景里面哈 而且人物基本上都不写实 我们的人物只是给他美形就可以了 就Q版让他简化 笔刷笔刷虽然都感觉都不会用啊 有限制你试过 那你是安装了多少 我平时就是安装挺多笔刷的 就我经常会去试一些新笔刷 所以安装的挺多的 但是一直都可以安装 我看一下 笔刷啊 这个的话呢 其实哈 笔刷不不不影响我们会画 就什么笔刷都可以画 只是说就是这个笔刷分为三类嘛 硬边软边和不硬不软的边 就是中间调子的边 这只要有这三根笔刷都都可以画 随便你什么你都可以画 重点还是在技术啊 不在我们笔刷上面 但是不同的笔刷确实会带来不同的效果 笔刷都看过但不知道用在哪 用在你想用的地方 这个没有特别固定的东西啊 就是 还是比较随意的 其实 笔刷 做这种机理了 但整体来说其实没有什么 特别大的差别 我待会的话呢 把这个安妮画完了之后 有时间就给大家 讲一下这个笔刷的大概分类啊 之前应该也讲过一次 什么叫干戒指笔刷和湿戒指笔刷 这就是ps里面自带的嘛 就是一个是干的嘛 也是硬边 然后湿的话就是软边 那它的干戒指和湿戒指 就是里面带有一些的机理 你不要去管它名字叫什么 你只要看它好不好用就完了 这是你再去 比如说这边的干戒指 你就看一下它嘛 你看它画出来的边缘 是整个比较干干的感觉哈 比较干渴的感觉 像这种带有机理的 你觉得可以用在哪里 是不是可以用在RX的画风里面 或者暖心之欲的画风里面 你看所有的干戒指笔刷 都是一个硬边 然后像是湿戒指的话 你可以打开 你试一下 它这个里面就有这种水边的感觉 水渍的感觉 你看 这边它都是带有一种湿 一定的这种湿度感在里面哈 就是 像这种湿戒指的话 就是画水彩用的比较多哈 我看一下喜欢 哦 什么吧 喜欢把什么放在打个组 人啊 下面呢就渐渐被你遗忘了 我还是线稿的问题怎么提高 描图呀 当然是去描图呀 就是勾线稿 你勾线稿去描图 不是说 你去踏着 比如说你拿这个图来去念线稿 你不是这样去描啊 你这样描 就是你画再多张也没有用 你像这样就印在上面这样描 画再多张都是没用的 我们去描图指的是勾线 勾线跟描图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哈 勾线你是需要你去把整个东西交代清楚 然后你的线条要特别的顺畅 有粗有细啊 就是去练习线稿哈 去进行一个透底临摹 就靠念 线稿这个东西没有捷径 靠念 念弹幕好烫嘴 什么笔刷一般可以在哪里下载 什么笔刷 你想要的笔刷吗 想要的笔刷就去百度里面找嘛 百度里面搜索 看你想要什么样的笔刷 看一下有没有人分享 要是没有人分享的话 你就要自己去买笔刷了 比较火的一款笔刷就是西方凌华笔刷 但是这个里面应该用不到 因为是画古风的 你看把这个小女孩也是大概的去 他 简单的概括一下 这个小女孩很简单啊 画的也是比较Q 造型画没心态了怎么办 念 还是一个字念 这个没有什么诀窍 画画这个东西就是没有诀窍 你画不好就是画少了 可能你觉得自己画的够多了哈 但其实你没有出效果 就证明你画的不够多 就还要继续往下画 就耐心一点嘛 如果实在有时候心态崩了 你就去休息一下干干别的嘛 等你心态好了 然后再回来继续哈 这个这个没有什么 绝窍和 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就是靠念 最近心态有点画崩了 特别是那个森续上 你画的一个要紧 所以我就说 所以我上课之前我就强调了很多次嘛 我说不要画这个 不要画这个案例 画其他的 给到的这个 哎呀 画错凸层呢 我说怎么颜色越来越浅了 我说给到大家的这个素材包里面 有 有其他的案例可以画 画其他的 大家非要尝试 就是像这种 可以不需要就是 尝试 因为你 就因为这个确实是有一点点的复杂了哈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头发 这个线确实很考虑人的一个心态 就是 这个你前期就是刚 就是前期如果你没有就是 目前啊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别的意思啊 就是说目前现在这个阶段 可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水 技术 那你再去去挑战一个 跨很多跨级别的这个 东西的话 你确实会影响自己的一个心态哈 所以说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因为这种去影响自己的心态 慢慢来 等你们 画多了 然后画会了 这种对你来说都很简单哈 一步一步的来不要着急 啊 这里一个小鸭子 不要怀疑自己啦 这个 哎就是要耐 这个就是需要耐心哈 其实没有什么 不要觉得自己画的不好就很菜 哎 谁一开始学画画的时候不菜呀 刚开始都是菜鸡好不好 学到后面 认真耐心学下去 总有一天你会成为大家心中的大神 画画就是这么回事啊 像是很多业界的大佬 他难道一开始学习就是一个大佬吗 那肯定不是呀 他走上大佬这一条路 我肯定也经历过了无数的磨练 别人就是那些 呃 所谓的大神哈 他都是偷偷的努力 你 他们平均一年的画 就是像他们画这种 插画画的很精细哈 一般都是一个星 这种精细程度 一般都是一个星期要出一张图 就还要每天日日日夜夜的感 你才能画出来 那这样一算的话 我们一年能画几十张就很不错了 对不对 但是这些大神的话 他们一年可能就出几百张图 而且每一张的精细程度都非常的不错哈 所以说他们这些都是 能成为大神 不是说有天赋有什么 而都是很努力哈 非常的努力 好 这样一来我们就把这个草稿大概的去 齐好了 画完以后去 你发电剪了个短发 画画这个事情啊 真的就是得念 没有诀窍的 大家不要怀疑自己啦 在这个道路 在这个路上 确实很难 也不是特别难走吧 确实会不 有时候会怀疑一下自己哈 但是 当你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 就立马打消掉这个念头 相信自己 可以的 好 那这样我们就把这个草稿给他勾好了 然后 草稿给他画好了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星星去给他画一下 我这里简单画一下 一会上色的时候再去给他细画 就把它在天上给他吊起来 吊一些星星月亮 哎 走过来 好 画完以后呢 同学们可以再去给他 就是画的更细致一点点哈 就把他的这些 线稿再精细的勾一次 就给他 勾个金草出来 勾个金草出来以后 我们就去给他上色 那在这里呢 我就把这个金草的线稿给打开哈 打开以后呢 我们就来去给他铺色 新建一个图层 我们来选一个铺调子这根画笔 选好以后 来我切换一个画笔 现在是一个混合器的模式哈 我切换我们正常的画笔模式 选一个铺调子的笔 我们去选取这一个画面的颜色 这个还是像之前说过的 同学们先去自己选色 第一次 哎 他是一个紫色调 选到一个紫色 然后这个紫色的话 哎 我们调一下这个饱盒 看一下他的这个色域值范围 然后再去上面画一下 你看 基本上差不多就可以了哈 就一次调不准 我们再来多调几次 好 你看 现在就准了 耐心一点哈 什么 你在微博上搜画师 都找不到几个大V 因为画师都不在微博上混哈 大神都很少上微博大 谁有时间天天挂微博 去战库里面搜哈 战库里面大神多得很 然后后面的话呢 是一个偏蓝色的调子 再来调一下 这个蓝还是不够蓝 好 这个蓝可以哈 但是亮可能还不够亮 那我再去给它涂亮一点点 好 这里弄完了以后 我就选一个揉边圆画笔来 把我们的背景调子给它铺一下哈 简单一些 去把背景的调子给它铺出来 我们先给它做一个渐变色 然后这边的话可以再去米布提高一点点 扫一扫 然后再把这个蓝色 加重一点点 然后下方的话呢 这个湖水 再深一点啊 在这个鸭子的下方 在我们天鹅的下方 去给它加深一下 一个小小的小头影 然后前面这一块呢 可以给它提红一点 就红掉 去那边加一加 然后揉搓一下 轻轻的扫一扫 扫进去 然后这边的角角这里呢 绑合度再高一点 给它扫一扫 好 扫好了以后 我们现在来切换成咱们暖心之欲里面的颗粒画笔 颗粒画笔 去把这个颗粒给它铺一下 我看一下这个颗粒不明显 颗粒做效果 去把这个颗粒在我们的画面中给它扫一扫 让这个背景带有这种鸡里感进去啊 然后下面也是的 不要放过 每一寸 都给它把鸡里给它扫满 然后这个上方也是 再深一点 看去把它的这个鸡里感给它扫一扫 这里就红一点啊 让它偏红一点点 轻轻的扫一扫 好出来了对不对 这样我们的画面这边就出来了 这个不行 出来了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来去把这个天鹅蛇和这个小姑娘啊 给它画一下啊 我新建一个图层 来 用一个铺吊子的笔 那这里我把这个铺吊子笔的传递和流量给它关掉 然后流量开成百分之百来给我们的天鹅上一个颜色 那这个天鹅的色调的话 我们去定这个天鹅的色调 依旧是啊 需这个背景色 在这个背景色的基础上 你再去给它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上色哈 进行一个调颜色 往这边调一调 调一个冷红色试一试 看一下 跟它的颜色色调比起来 哎差不多啊 差不多 那我们就用这个颜色了啊 稍微提亮一点点 因为我们不要线哈 不要线 所以说你可以顺着它这个边缘去勾它 或者说你看你把这个线稿 如果画的是bb核区 那我们就先去把这个线稿 用这个模棒工具给它选中 按住shift的给它点选一下哈 点选 点选完以后呢 依旧是直接去给这一次 我们就不用去给它扩展了 我们直接去out键 给它delete键填充一下就ok了 来然后cntrd取消一下我们的选须 我把这个线稿的不透明度降低一点点 好回到我的圆图 那这样一来 你看我现在把线稿关掉 我这个天鹅是不是就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去给它稍微补充一下 像这些哎 地方整个都给它补一下 外边缘就不用管了 因为它的外边缘是一个比较 比较清楚的状态 我们就可以不用管它 把中间这些空隙的地方补充一下 就可以了 好 然后还有像是身上这种小线段 稍微的补充一下 扫的时候用笔是轻的吗 肯定呀 用笔轻一点去扫它 作为颜色过度 如果你下笔重了的话 那你的颜色过度就可能会很生硬啊 你还在画背景 慢慢调色不要着急 用模棒工具上上的底色之后 再用肌理笔刷重新 使用 同色上色 都看不出来有肌理 啊 不会呀 有肌理呀 你用这一个模棒工具上完底色之后 你再用我们这个颗粒效果 用这一个暖心治愈的颗粒 颗粒笔刷 去给它做这个肌理感出来呀 肯定是可以做出来的哈 再试一下 好 我现在再来把这个小女孩也上一个颜色 这个小女孩的话 还是 这个颜色的话 我个人觉得哈 它这个颜色实在是 实在是 太 色调了 我我现在先给他上一个紫色调 我来画一会画天鹅啊 然后再来去给他 重新 再来重新把这个小女孩的色调 给他画一下 因为这个小女孩的色调确实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 非常的 颜色 非常之 非常之 呆板 那我来先把它给破一个平调子 磨棒工具 再用油气筒和直接用油气筒有什么 区别 你试一下 这个区别 你试一下 这个我们在讲这个磨棒工具的时候 我给大家讲过两者的区别啊 你可 你现在可以自己试一下 区别就是 比如说我们要上这个鸭子 这个鸭子 如果你不用磨棒工具给他选中的话 你直接 这个天鹅哈 我们给这个天鹅上色 如果你不用磨棒工具给他选中的话 你用游戏筒是填不了的 你用游戏筒只能把一整张画面全都填满颜色 可以试一下啊 试一下就不会忘记了 名片的话一般是哪一种风格 名片看你自己的一个喜欢的风格都可以啊 RX风或者是扁平风或者是涂鸦风 都有呀 这种风格都有 无限风格啊 就是 因为名片这个东西主要是展现你个人 就展现你个人的一个特点 性格或者是特色 像是总裁高级总裁 他们就使用的是简约大气 低调奢华风 然后如果像是画师哈 一般就是做这种作品集的画师给自己做名片呢 都会选用自己最喜欢的画风 然后去画一个 名片的封面 看你自己的风格 点平风多一点吧 没有没有没有固定的啊 你想用什么风用什么风 看自己喜欢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喜欢扁平风的话就用扁平风 我之前用的是涂鸦风 我之前用的是涂鸦风 有一段时间非常喜欢 涂鸦的 比较奇奇怪怪的这种涂鸦的风格 后面我就幡然醒悟 抛弃了这种风格 可是我永不会追 我又让你忍不住的心 要不成了 你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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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随时 你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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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来 我现在把这个人物的边缘都勾一下 然后把它铺一个平调子 用游戏筒点一下 然后呢我再去把中间这些地方给它铺一下 就是有漏色的情况 我全部都给它铺好 面对涂鸦风和搞怪的风格都没有想法 那岂不是不喜欢我们的印象派和野兽派 好 复卫一下师徒 好 这样一来我们的这一个就铺好了 你看我把这个地方再填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一个细化哈 我依旧好 我先从这一个鸭子 天鹅嘴雾嘴雾 我先从天鹅这里来开始给它进行一个细化 细化完了再去画这个女孩哈 天鹅的话 我也是新建一个图层 那这个天鹅我就新建一个图层 给它剪进去 啊这个是天鹅的图层 我给它改个名字 天鹅 稍微喝一口水哈 说实话还挺喜欢涂鸦风 那我们南莫同学还有嘻哈的这这种爱好 啊涂鸦风确实有些好像很有意思啊 涂鸦风格一般画的都比较大胆 你也喜欢涂鸦风 那喜欢涂鸦风的同学还挺多的 我一开始也喜欢涂鸦风 你喜欢的 后面我还是爱上的国风 来我们来把这个小 小天鹅给它画一下 这个小天鹅我们依旧是去给它铺吊子哈 其他的颜色稍微往红色调走一走 全部都用的是种冷色调的感觉哈 能粉色调 我们这一个脖子的话 你就把它想成一个圆柱体去画它就OK了 我现在把这个线稿关掉啊 稍微关一下 你看把它想成一个 对于咱们的圆柱体 然后去画它把铺它的明暗面 再把这个线稿给它调低一点点 稍微淫淫若若在里面就可以了 你看整个就是它一个脖子的翻转面 所以这边一定是一个暗面对不对 那我们就去给它画一下 它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遮挡关系哈 然后这边整体都去给它铺一下 我们不要着急给它铺后了 先铺第一层哈 先铺第一层 下面看这边全部都是哈 然后像是它的这些翅膀 香蕉的地方是不是也都是啊 对不对 让我们大体的去给它铺一下 这里我们还是不不细化 就铺吊子铺上去 小吊子开始铺 小翅膀这里全部都去给它刻画一下 然后后面的小尾巴这里啊 也是尾巴的这种交接处 全部都不要放过去给它刻画一下 很喜欢所有奇奇怪怪的 我我特别喜欢黑暗风暗黑风 暗黑风有一个画的非常好的画家叫 叫壳中蟹 我他的画风我也挺喜欢的哈 比较的黑暗 还有一个大神叫 CM 还有zh这两个大神哈 就是一个名字的缩写 你们去搜应该可以搜出它们 就很长的名字 简称cmzh 他们两个人的画也是后图大神 牛逼 好 这个是第一层颜色啊 就是第一层 我们把这个它的一个暗面给它铺出来 铺完以后我们再来去给它铺第二层暗面 就在一个图层上弄哈 想分图层也可以 但是我这里还是根据个人习惯一个图层啊 那这里我吸它的颜色 再来深一点点 往紫色调走一走 然后再去给它加深 你看我整个画面对比度还是偏低的哈 没有使用特别 呃特别强烈的对比 颜色波动都是在这一小块的范围以内 对 一般像这种涂鸦的风格就经常做成衣服 受众者也是年轻人哈 比较喜欢嘻哈的这种年轻人 哎穿一个这种涂鸦风的衣服 然后唱一首hiphop 然后呢 我这个英文说的我塑料塑料英文 然后再来再再来再来搞一个脏辫 然后再说一句respect就特别的潮 这就是rap圈 rap圈里面最典型的 经典动作 然后把这个下面这边都加深哈 全部都加深这一块 小女孩子的这一块区域 还有这个小翅膀里面 看 他们香蕉的这些地方 我就全部都去给它加深一下 铺颜色铺进去 好 然后这个向方的翅膀对下方的翅膀有一个遮挡 所以它也是一个深深的颜色哈 那这里的话呢 那这样一来我们把线稿关掉 上面翅膀和下面翅膀这个分界线就出不来 那这个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再去给它进行一次加深哈 看这边也是小翅膀 走一下 就把这个翅膀的厚度给它画出来 你看这边我们在吸它的颜色再往深色调调一调啊 然后把这边全都去给加深一下 看这个颜色有没有很深 稍微有一点深 好像跟不上了 慢慢画你走你的节奏我走我的节奏 然后有没有听到听到的地方就看回放哈 然后下面这个也是哈我们去给它 哎你看这边呢它不是分割不 这边就是为了把上方的翅膀和下方的翅膀给它分开 所以说我们就在这里再把颜色加深一层哈 加深一层 现在全都没有细化哈 都是还在处于一个铺吊子的范围之类 然后然后这里呢 像是这个小女孩的这一侧 我们也是去给它 走一下 然后再到这一个天鹅的下颈这里啊 翅膀这边 然后这一个翅膀的话 整体我再去给它铺一下 再把颜色稍微加深一点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去一层一层的铺 然后轻一点扫 扫进来 这一个翅膀它也是有一个体积感的 所以说我们也是得去给它表现一下哈 而且这个翅膀 你看这个翅膀 这个一边是不是还有一个结构要给它环过来 对不对 那这个结构又跟它的身体粘在一起了 我们看不清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待会也得再去给它处理一下 这边我们就先吸它的固有色把它们分离一下 结构一定要表现出来哈 现在画画越来越慢了 速度并速度慢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 就是不要把这个 不要因为速度慢给自己施加压力哈 速度慢很正常 初学速度慢很正常 我现在画画我也不讲究速度啊 就是我们 我们 我们老师上课 我们老师每周是要出图的嘛 每周是需要出一张 但是 我每次也是速度比较慢 可能一周也出不来一张 就是画的慢工出细活嘛 又不是又没有说要赶稿子 又没有说现在有一个甲方 对不对 逼着你快点把稿子出出来 那就不要这么着急吧 慢慢来 你画多了 自然速度就提起来了呀 刚开始的时候就不要太在意这个速度了 好 然后再来我们就从这个脖子上开始去给它 进行一个细画了 把这个细 哎 我把这个东西给它画上 新建一个涂层 把它的这个 嘴唇脸部都先给它涂一下哈 这一块 这一块的话呢 找一个暖色调 对 我也有作业啦 所以平时 不上课 我们就是要么画作业 要么就处理 要么就开会教研 看一下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还ok 我依旧是放一个小图在旁边哈 看一下我整体的色调 你欠的好几 好几节课 赶快补起来 放在下方 什么这些稿基本都是临摹吗 我们群里面有一个人 他完全是生产队的驴 谁 这么高产 谁 一天出三张 我看一下 揭稿基本上都是临摹 当然不是呀 揭稿怎么可能是临摹呢 临摹的才是少部分哈 都是要求你去原创的 还有一般临摹的话 可能是一些衣服 就别人画衣服的这种图案 可能需要你去临摹一下 出一下图 要不就全部都是 除此之外 我们就都基本上都是原创呢 或者是画头像啊 这些东西 那头像画的好的话 也是可以卖的很贵的 对 哪个哪哪一位同学这么厉害 但是我还是不要求同学们 比质量比数量 我要求希望同学们都能比质量 卷取卷起来 好 来把这个 锁定一下不透明度 用我们这一个做效果的笔刷 来去给它铺一下哈 稍微颜色深一点 然后红一点点 这样去给它 把这个颜色的渐变给它做出来 然后再吸一点这个深紫色 吸它的颜色 我们调到紫色调哈 调到紫色调 然后稍微去给它铺一点紫色调进去 然后这个头头这里 我们再提亮一点 给它加一点黄色进去 把这个体积塑造出来 好 然后再来我去把这个旁边 缩余的地方给它擦掉 关一下 看一下 来 这样一个嘴巴就好了哈 嘴巴好了以后 我们再来新建一个涂层 然后把这个天鹅这一块黑色的地方 也去给它画一下 那我们依旧说过 虽然是黑色 但用的并不是黑色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你看 是不是用的并不是黑色 对不对 只是在我们整张画面来说 它相对来说是一个黑色 但是它选用的颜色并不是黑色哈 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好 那我依旧来去给这个填一下 打不出来 丸子同学吗 需要画三四年吗 揭稿需要画三四年吗 当然不需要呀 你有了基础一两年 就差不多你可以直接接种了 比较好的原创的稿子哈 那如果你就专职画头像的话 一开始你去去画你的头像价格 肯定会很低 可能说 几十块钱的稿子啊 你接的都是几十块钱的稿子 但等你就是越画越好的话 你一张头像卖一个 五六百都不成问题啊 这个是一个比较 正常的一个市场价哈 绝对没有一点点的虚假 成分在里面 我们的助教小姐姐 他画了一年的头像 最开始他接的头像 都是一个八九十块钱的 哎 然后还画了二几块钱的头像 还都画过 但是他画了一年之后 到现在他的头像 最低是五百 最高是一千多 就是一个头像哦 好的 来 这边同样把它这一侧 提黄一点 然后下面再去给他提深一点 有想法画不出来 那就是因为你还念的不够多 念少了 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 然后来把它的小眼睛画一下 可以加点睫毛哈 也可以不加哈 加一加一点吧 专攻头你就想专攻头像 可以啊 那你就要选一个方向呀 头像有很多画风呀 但是现在吃香的就是 透图 透图或者是二次元 好 那我再来回到下面这一个图层啊 去给他再铺调子哈 整体来把它的再去细化一下 你就选用这个铺调子的这根笔刷 去给他细化 像这个脖颈这里 图一图 然后这一侧跟小女孩头不挨着在 可以 你可以把它稍微的颜色加深一点点 没有问题哈 你看稍微加深一点 然后轻轻的给他揉一下揉进去 你看 这样就没有很强烈的笔触感 我们就可以给他完全揉进去了啊 然后再来到这个上面的脖子 依旧是 稍微的 这边的亮色 我就给他加一点暖色调进去啊 加一点暖色进去 老什么 头像怎么是镜磁 为什么头像会是镜磁 老师是企鹅群里的 哪个老师 啊 你看这样我们就把他的这个亮面 稍微的加一点暖色调进去啊 他就会好很多哈 就有一个冷暖的对比 然后稍微的给他轻轻的揉进去啊 才把线稿画完慢慢来呀 不要着急啊 还是哈 不要追求速度啊 慢慢画 好 然后这一个头顶这里也是 稍微的揉一下 这个画面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光源哈 整个可以说是一个全聚光 虽然说头顶有几个灯在发光 对不对 但是这几个灯并不并不是 并没有特别强烈的这种光源在里面啊 所以他还是处于一个全聚光的感觉 好 我们轻轻的给他揉一下 然后这一侧的话 可以再去给他加一点 环境光进去 但这个环境光呢 肯定就是我们画面中的这个色调 我们给他加一点对不对 加一点然后揉进去 然后淡一点 然后这里呢我再去给他调红一点 再加一下 然后再吸一个紫色 这边再加一点点 然后稍微的揉一下下 给他轻轻的揉进去啊 然后这个头顶再剃白一点 揉一揉 然后这边也是慢慢的给他揉一下 你看 这样我把我们把这个线稿关掉 这个天鹅的这个调子是不是就出来了 对不对 整体的这个调子就出来了哈 然后还需要我们进行下一细 下一步的刻画 那这里的话我这个眼睫毛的话 我就给他换一个位置了 在这个位置就看着不是很好 给他调整一下 好 然后我们再来进行下一步 B就把线稿打开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的一个天鹅的脖颈和这个身体 有相连的地方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两边的颜色就不能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得想个办法 把它们两个区分开 那我就吸一下它的固有色 给它放在这里 对不对 那这样一来 我把线稿关掉 它们两个区域也就区分开来了 是不是 就不会影响我们下一步的操作了 那这一个亮部的话 我就给它加一点暖色调进去 一个冷暖搭配 加进去一点点 对我们琪琪同学是来晚了一点点 我看一下 巧拉同学说 感觉柔色好好玩 对的 后面有专门的头像刻吗 不知道 好像有好像有 好像有一个二次元头像刻吧 这张有一点后图的感觉 对就是一个柔色的感觉哈 专门的头像刻 不是 你们报名的时候不是送的一个吗 送的二次元头像应该是送的吧 只是好像还没开课 你们就等着开课去看一看就可以了 来这边也是给它扫一扫哈 然后稍微的揉一点点进去 然后这就是一个紫色调 深一点点 然后这里把这个翅膀翅膀的区域 给它分割开哈 直接用色我们去给它 可以分开 所以以色块的方式去给它分开 确实这一张图的绘制技法 确实是偏厚图的形式哈 好我们现在来把这个翅膀打开一下 把这个翅膀给它画一下 像这一个翅膀是一个翅膀叶子 对不对 那我就把这个翅膀的这一根翅膀叶 我们要去给它单独的画出来 把它的体积感塑造出来 我们第一步是铺整体的大调子 对不对 那现在呢 我们就要去铺局部的了 给它细化 这一块区域 哎 再吸一点点这个小紫色进去 给它揉进去啊 分割一下 头像比较适合你 多风格场景啥了算了 日像不大 不不不不是这样说哈 你可以先画头像 等你到时候后面头像 已经就是画的很不错了之后哈 画的已经没有没有进步的空间呢 你自然而然你就会想 再去转换方向的哈 因为画头像 虽然确实也可以赚钱 就是 嗯 就是只要你画的好哈 就是画这个头像一年赚个 十几万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前提是你得很很很 很辛苦 就是每天工作都排的会比较满 然后一直在不停的画啦画画 画啦画 嗯 然后到后面的话呢 不是会想要再去接商稿的哈 因为头像一般都是私人稿 私人稿的话价格 就是四位数 已经算很高的了 但是商稿的话是可以达到五位数的 所以一般就是画头像到后面 都会慢慢的去转变画商稿 头像是一个开始吧 好那这里再找一点点的红色调子 图进去 做一个小小的分割 待会补回放 可以啊 我们现在可以边听边慢慢的画嘛 不要不要 就是想着跟着我的这一个步伐来 就是我画到哪里你就画到哪里哈 这个确实有点 有点感 就是慢慢的你跟着画 你能能画到哪里就画到哪里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技法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啊 就是给他 第一步铺大调子 第二步 然后再去给他铺 这个细节 就抠他的中调子 然后第三步再去给他抠细节嘛 一步一步的来给他揉色刻画 然后这一块也是 哎这里我就加一点暖色调进去了哈 吸一下刚刚找到暖色调 然后给他加一点进去 然后把这两边都给他区分一下 主要是没想那么远 啊可以去蹲一蹲体验课里面 啊 那个 说实话 我们体验课的头像 因为体验课时间很短 只有一个小时 所以体验课的头像教的都非常简单 大家去听其实没什么意义哈 就有点浪费时间 对于现在的大家说 你去听他就学不到很多的知识啊 所以说有这个时间你还不如 自己研究研究琢磨琢磨 我这个颜色深了深了 然后再去给他提一下 小翅膀提起来 然后再来去把下面的这个紫色 你看看下面的小图哈 这边的紫色颜色太深了 所以我现在还是要去给他揉一下 盖一盖啊 看我下方的小图就可以看到我这个画面 的整体色调 你看我这里再给他加一点这个蓝色 也是我们的一个环境色嘛 在这里去给他做一个分割也是可以的哈 你看去给我的翅膀做一个分割 你看这样汇聚出来的翅膀是不体积感 就有了对不对 来 这边也是同样的 我们去给他稍微的揉一下下 深入RX的 怎么听到你 心潮澎湃 主要是要找准方向了 但但是哈就是 但是但是这个过程确实是一个非常 艰难的过程就是你听起来可能觉得 觉得很简单 很不错 但是其实你如果真的要去认真做这 一个事情的话 就是在你 就因为你不可能就是一出去约稿 你就能约上 就你中间肯定还有很多次是你约不上 稿的 可能说你要 画好多张作品然后投出去你要等好几个 月你才可以约到稿 就这个时候就得我们得有一些耐心了 RX是吧 RX的话 要怎么深入 就多去 如果你现在就是原创的话 觉得还是有一些问题哈 你就可以多去 临摩 像是国内做的RX做的比较好的话 有 有咱们的 雪娃娃 雪娃娃你可以去看一下 看一下他的一些RX作品 平时没吃的时候你可以去战库上看一看 然后你自己去画丝图的时候呢 就是你自己画你一项丰富你的作品集嘛 画丝图 你就可以往画多画一些RX的图 这样你后面如果想找工作的话 肯定也是往这一方面去找吧 那从画RX的题材你可以从一些 可以从咱们的故事入手吧 童话故事 预言故事这些去入手 主要还是去多看一下 因为现在RX风格也很多 看一下自己想画哪一种风格 对RX比较简单 很多有一些比较牛逼的大师 最开始就是画RX的 然后后面再去转行了 画其他的了 RX现在市场很靠很不错 你看这里我也要给他区分一下 所以我就吸他的这个颜色 然后去给他过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呢 依旧是揉一下 吸这个亮色 把这个羽毛给他提亮一点点 什么我们训完课程后 你们能提供接单平台 还是自己去接 自己去接哈 这个目前是 之前有几期是提供过这个接单的 但是就是要但是就是 少贩小范围类的接 就不是每个学生 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有哈 就因为因为因为我们 这边好像他们谈单子 也是需要看这个学生的作品 所以会选择稍微画的好一些的 但比较少 但你们自己去接也是可以接到的 只要画的好 你发在这各种平台上 然后就发这种接稿平台上 是可以接到的 对所以主要 主要是要把水平练好 然后这里我就稍微给他做一个区分 就把上面的翅膀和下面的翅膀 进行一个区分 然后下面这个我就红一点 偏红一点给他去分一下 不让他不让他的对比度太大 缩小一下他的这个对比度 然后来把这边的翅膀给他把位置找出来 这边应该是他的一个翅膀的位置 翅膀 走过来一个哈 然后这里有稍微调红一点点 就是就在我们这几个紫色紫粉色 这几个颜色里面去换哈 就不要给他相差太大就OK了 其他就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特别多需要注意的哈 主要就是选颜色 就选他的临近色 然后你去里面给他 调他的 明度呀 饱和度稍微调节一下 然后在里面去选色 好看一下接单 对呀 米画师 米画师的话是要审核的哈 就是你要是想进去注册画师 得先审核通过 米画师基本上都是搞头像的 半次元 半次元头像比较多哈 可以去看一看 但是我建议大家等就是你有了 就等你再画的更好一些 然后有自己的这个作品啊 就是你想画头像 就拿一出一系列头像的这个作品 然后再去发布 你再去接哈 就免得给自己留黑料 拒绝黑料 不然万一哪一天你火了你的这个黑料 可能就挥之不去了 好 然后到这个底下呢 也是啊 我来给他加一点点这种反光进去啊 亮一点的反光 然后这边的话呢 也来再加一点加个紫色吧 加一点紫色 紫色不好看哈 加一点蓝色 蓝色的小反光 把红度高一点点 好 稍微扫一点扫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这一块也再扫一点进去 加一点进去 好 那我们再来把这个手的翅膀 你看这一块颜色就很深哈 所以说我去给他提亮一点点 然后再给他加一些不同的颜色 稍微的揉一下 不然的话他这一块就显得过于单调了啊 然后这里你可以在这个手翅膀中间 先再多加几个小羽毛进去 就是这种羽毛的块 用颜色去加哈 区分 主要还是大家先画好 先画好再去想其他的 然后这边可以也再来一些 这里再来一个吧 这里再来一个 稍微的 这边提拔一点点 然后给他揉进去揉一下 什么上传作品吗 对啊 哎一定是要原创哈 不可以抄袭哦 因为你如果抄袭的话 上传过去 如果别人的审核也没有发现 然后你通过了的话哈 是很容易被扒出来的 扒出来你在这个圈子里面 可能就已经生存不下去了 小红书上发的东西能删吗 不知道呀 应该可以吧 我还没删过呢 现在接单黄了就牛批了 黄了可能会影响一下 名声哈 就是等你就是 呃就能画就是能够就完整的接下一单之后 你再去接单嘛 这样接完以后你这个甲方觉得你画的好 下次还会来找你对不对 就不是一个一次性买卖 就可以多次性买卖 免得别人来找你接过一次 下次就不来找你接了 没有回头客 然后这里的话我也再去离开 稍微的区分一下 提亮一点点 你看我现在都是在一个细化哈 用颜色不断的去在上面细化 好 然后我再把线稿关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翅膀基本上的形状就出来了 是不是 然后像这个地方呢 很明显的它就有点虚虚的 那我就去给它 稍微的 实化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 这一块的话还有一些细节没处理好 那我们这里就先不处理它 去把后面这个尾巴处理完 然后再回头给它做一个整体的刻画哈 已经到8点20了哈 我就来搞快一点 加一点点的暖色进去 给它提亮一下 就所有的这些翅膀都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给它细化 这边 哎 我们来给它稍微的揉搓过度一下 然后这个里面颜色就有点太深了哈 我稍微给它浅一点点 然后去里面揉一下 然后再到这个下方这里 这边也是加一点亮面 进行一个分割 主要就是为了去塑造这一个体积 我们现在在做的每一步都是为了去塑造它的体积感 然后 划分它的一个 一个结构 用色来去划分它的结构 那我们平时去画的时候就是一个线来划分结构哈 那一般像画这种后图就是用色来 用不同的色块 好 然后底下的话呢 加一点它的蓝色 然后加一点反光进去 好 然后再到这边来 揉搓过度一下 轻轻的 我现在用的都是一根画笔这个铺吊子这个笔哈 什么你们接单平台是不是是不是那个群 什么那个群 主要还是看 你们如果想啊接大单子的话可以去战库啊 战库花瓣都可以哈 多参加比赛 虽然劝你们多参加比赛 但是我参加的真的很少 因为平时都没有时间去关注这个比赛 但是参加比赛真的有好处的 然后这边也来一下 你看这边的哎 毛我们也去给他 简单的进行一个分割 然后给他揉一下啊 好揉完以后这个中部呢 我就再去给他加一些暖光 给他提一下量 然后这边再揉搓一下 好这一块的颜色有点实 我吸一下他这个红色去里面再添一点点 稍微的揉搓过度一下 哎 这样一来这个鸭子这个天鹅 嘴雾啊这个天鹅的基本结构就出来了哈 把这个头部 头部的位置给他确定一下 好 这样他就做好了 然后再来把这个头部 的边缘卡清楚 好像这种区分的界线 我们一定要给他区分明显哈 不要给他有露出来的感觉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把这个 我再新建一个图层哈 我主要是要把这一个地方 你看这个地方的颜色还是太深了 所以说我再吸他的颜色调节一下 然后再去给他轻轻的扫一扫 然后加一点不同的颜色进去啊 稍微的揉一下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到这一个小女孩的身上哈 找一下这个小女孩 我把这个鸭子剪在一起 然后找到这个小女孩 新建一个图层剪进去 来开始给他上色 先来画一下他这个头发 头发也是一个偏紫色调了 我这里就直接吸他一个固有色哈 去给他铺一下 待会看回放 可以的 大家可以就是边听边画吗 两个小时还是一个半小时 我们后面画差不多用一个半小时吗 还是能画一些东西出来的 什么 体恤突然能再进快点啊 tentral shift加上勾 这边把头发先来铺一个色 底下 你看我刚刚底下这里就没铺好 所以现在铺上面的话 只有露色的情况 我就需要再去补充一下 再回来 不客气哦 大家怎么都这么有礼貌呀 来 我们把这个地方也给他冲好 把他头发全部都给他画一下 这个小女孩的肤色 我们待会换一个不用这个肤色 这个肤色不好看 这个肤色真的我觉得 看起来 没有一种暖心的感觉 有点脏心 来我现在把这个肤色换一下 调一下 稍微的country加U调一下 偏 找一个 黄色调 暖色 好提一下明度 就这个颜色吧 这样还可以哈 然后来我就先来把头发给他刻画一下 画到头发这里来了 就把头发给刻画一下 新建一个图层在上方 那这个头发 我们不一定非要按照这个圆图去画哈 我们直接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画 也是完全ok的 就像我们之前讲到过的 那这个头发 我们给他 哎 卸一下他的颜色 然后调深一点点 把它当成 上面的这个头部的一个地方 给他当成一个球体去画他就可以了 把头发这一个图层建立一个选区啊 这样去画就不用画 不会画出去了哈 你看这一块的区域还有他的暗面 我们都先去把他的这个暗面给他加出来 扫一下 好 把这个高光的位置可以给他留出来 好 扫完了以后呢 可以再去把这个亮部给他提亮 这个亮部是加了一点暖色调进去 那我们这里就不加暖色了哈 这个暖色加进去 看着就有点脏 加一点这个红色进去吧 给他提亮一下 稍微的提亮一丢丢 好 然后我们再来去给他进行一个细化 揉搓一下 把两者的颜色相融 可以把中间这个高光这种笔触感给他留 出来是没有问题的啊 然后再在这种深色的地方就把头发缝这 一块区 我们去给他加深一下 把这个头发的分块给他表现出来 这边也是吸他的颜色 看像这种 哎一缕一缕的地方 哎稍微吸一下 带出来 要开会了好的好的 这么晚了还没有下班呀 太辛苦了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再来去给他哎 往里面 加一加 然后耳后这一块呢 可以稍微的加深一点点 对不对 然后这又是一缕 哎去给他加深一些 把这个 他的头发的分块给他表示一下 稍微的揉一下揉进去 然后这个中间就给他提亮一下下 然后再来后方还有一块头发 我们也是去把这个头发的衔接处画出来 换完以后记得一定给他擦一个尖头进去啊 你看这边就给他稍微的吸他的固有色 把这个尖头给他加进去 好这边也是接过来给他画一下 就不断的去细化他 这样你再来把这个线稿关掉 这个头发大概的这个形状是不是就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刚刚是不是已经把这个亮色定起来了 再吸起 吸一下这个亮色 再去给他提亮 那就最开始把颜色揉进去了之后呢 我们后面就不需要再去调色了 直接在这个基础上去画就出 直接在他的这个颜色上去吸一下就可以了 好 然后到这个美一缕这个上方 哎 美一缕这里是不是也可以再吸点这个亮色 去把他的这个铺起来的这个地方给他提亮 对不对 都是啊 先画整体再扣细节 一点点点的来 哎 后方再去给他加深一点点 进去 然后这边呢 我们可以给他哎 加上一缕哈 比如说这里有一大缕 给他从这边加下来 这个颜色可以稍微的再提亮一点点 好 顺他这个边 我们把这一缕给他加进去 揉到这个下方给他接上啊 就交代一下他这个走向 这里就自己编一下啊 不需要跟原图一模一样 发挥自己的想象 和我们在课堂上学到的这个知识 学到这个头发画法的知识 给他自己编一下 一缕一缕的给他揉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到这个这里哈 也是我再去给他提亮一下 单独一缕提亮 好啊 这边再给他加一点点 按再加一缕 然后再去吸他的颜色 这个地方呢 可以去给他加一些这个小反光进去啊 就是你看一下哪里需要就加在哪里 比如说就是哪一缕头发啊 这一缕 我们可以在这边加一点点进去 让他稍微的揉进去哈 发一点点这种小光 然后再到这边 给他加 同学们也可以在这种暗面去加这种亮色 比如说像这个里面一个泪面 它肯定是一个暗面对不对 像这种暗面也是可以去给他处理一个亮色进去 这种处理手法 像是软夹呀 黄光剑呀 这种大神就经常用到的 好那这里我再来把这个 揉一下 然后再把这边也添加一下 然后再往下走 这边也拿一点点 添加一个亮面 然后给他揉进去 下方也是 看稍微揉一下 揉完以后像是这个发尾地方 可以给他加一点点这个环境色进去哈 稍微加一点点 这个环境色 好 那这个头发我们就简单的处理到这里 其实这一个暖心之余 头发画到这种程度就完全OK 那大家如果想要给他处理的细致一点 就可以按照我们的 这一个 暗逆图上走啊 暗逆图上就是给他 刻画的更细致了 是一层叠一层去刻画它 看啊 像是如果再想细致下去 我们就可以再去里面 添加一些其他的颜色进去 然后像这些边缘处啊 我们就可以也是 再给他卡实一点 你看 把这个一履给他分清楚一点点 分下来 一履下来 对不对 你看这样就他就会更清晰 然后像这个里面也是 吸他的颜色 把这每一履给他分清楚 分清楚完以后呢 再去给他把这个画笔啊 你可以换成这种颗粒效果 新建一个涂层 然后吸一下他的颜色 可以加一点暖色调进去啊 调红色 然后加一点暖色调进去 放小一点在里面提一提 稍微的提一下 把图层模式改一下 改一个叠加 去给他加一点点进去 稍微加一点其他的色相进去啊 然后把不透明度稍微加低一点点 好 这个就是头发 然后我们再来到这个脸部 脸部的话 我依旧是新建一个涂层 我们来给他的皮肤处理一下 那这个女孩子的皮肤 我先来把衣服给他穿上啊 这样我就好去处理 处理他整体的一个 冷暖关系 因为这个人物的衣服 我还是按照这个原来的这个方式啊 给他走一个冷色调 给他穿一下 皮肤就皮肤是个暖色调 大家下去画的时候也可以想一下 如果想画这一张图的话 就想一下要不要去换个颜色啊 当然换颜色一定要换好看一点啊 如果换的不好看就不要换了啊 啊这边我也是去给他铺一下 好然后同学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啊 这个里面是这个裙子的内面啊 那在这里处理这个裙子的内面 它是一个暗面对不对 那这个暗面我们可以使用一个亮色去处理 就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啊 就是用这个亮色去代表我们的一个暗面 这种处理手法是一个比较 艺术的处理手法哈 也是比较常见的 喜欢的可以用这个方法 我先用一个暖黄色哈 一会如果整体画完之后不好的话 我们再调 好然后来去回到这个衣服的涂层 然后把这个衣服的涂层体积塑造一下 中部这里呢稍微去给他提亮一些 然后像是这种有褶皱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去给他加暗一点点 先来给他提亮 这种屁股地方顶起来的地方提亮一点点哈 OK的 这里呢稀这个紫色给他加一下 那他整体还是就是我们这个娃娃的身上 这个女孩身上也需要有这个天鹅身上的颜色啊 就不让他单独是一个颜色 如果他身上全部都是一个蓝色 跟我们天鹅的颜色一点都不相容的话 那么这个 呃女孩子和这个天鹅就像是两个独立的东西啊 就不像是在一个画面里面的东西啊 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加取一些这些颜色 给他添加进去 也不要很多啊 稍微相互呼应一下 这个就是做一个颜色的呼应 深一点点 然后把这边去给他 褶皱的地方给他稍微的勾一下 这样他出来就很快啊 很快就出来了 那这你还可以去给他加褶皱 替补到这个腿部这样弯腿的形状 那这边肯定会有这种拉伸褶皱在里面 所以说这些褶皱 我们也可以去给他稍微的加一点点进去 这边再提亮一点点 好 然后我们再来到这个手臂下方 下方这里我再加一点紫色进去啊 有一个小小的遮挡关系给他加一下 然后再来到这一个这一侧 也加一点点 呼应一下 然后再来到里面这个颜色啊 这个颜色的话呢 我就再加一点点红色进去 回到下方的这个涂层 加一点点红色 红橙色进去 那这个外边缘的话 轻轻的啊 我轻轻的给他扫一点点冷色调进去 扫一点这种冷蓝色 呼应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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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然后我们再来到这个皮肤 唯一就是新建一个涂层 然后在这个皮肤里面 我们去把这个小女孩的脸部刻画一下 其他的颜色往虎色调调一调哈 直接来深一点点 刻画一下 头发下面的有这个小小的头影 我们给它加一下 然后耳朵 耳朵的头头这里肯定是要红一点点 对不对 然后耳朵的里面 稍微的勾一下 勾一下吊子揉进去 下方也可以红一点 把我们的脸部一个体积感 稍微的塑造一下 然后这个脖子 脖子肯定要比脸上的颜色更深 所以说我们把脖子这一块加深一点啊 揉一下 稍微的揉一下 揉进去 然后依旧再来到这个红色 我们可以去把这个脸 手部 手部下方这一块再加深 手部有小小的这个遮挡关系 全部都去给它加深一下 然后呢我们再到这个脸上可以给它加一点点的小腮红进去啊 可以加一些橙黄色调进去正好跟这个天鹅的嘴唇它的这个会相连接 这边这边我就给它打一个大腮红呢 大一点的腮红 好然后再来把这个眼睛给它画一下 眼睛 眼睛就选它的这个颜色吧 蓝色看一下 还可啊 色就选一个色还可以哈 我们就把这个眼睛稍微的勾一下 比较简单 简单的勾一下就好了 这边也是然后把它的小眼睫毛画一个 画一下然后小鼻子勾一下 然后小嘴巴 哎 然后再把它的脸吸一下它的腮红的颜色可以再调红一点点 然后可以哎依旧是我喜欢的样子 给它画三个小竖线 好 嗯不是很红哈 我再去给它加红一点点 不是很红 它就没有很亮 没有很亮眼 OK 然后我们再来到它的手臂这一块区域 我们直接吸刚刚的红色啊 然后给它的手扫一下 然后头发这边有遮挡的地方 我们整体都是去给它扫一下 好 扫好了以后呢 给它吸一点点这个紫色哈 轻轻的扫一点进去 加一点点 加一点点这个环境色在它皮肤里面 把它这个体积塑造一下 然后下面这个小手也是啊 轻轻的扫一扫 可以加一点点这个羽毛的颜色进去 然后腿部也是同样的哈 吸这个脖颈的颜色啊 然后呢我们就把下方这个 压在下方的腿就加深一点点 然后这边衣服到腿部 这里有一点点的遮挡去给它加一下 好轻轻的去给它揉搓过度一下 这边也是啊 遮挡的地方我们全都加一下 好 这样加完以后我们再来去吸一点蓝色 你可以在它的腿上轻轻的扫一扫 扫的主要目的是为了 让它加一点这种环境色进去啊 这样才更融合哈 那这里我们再来去把这边 哎 交汇的地方给它进行一个分割 因为我们最后是不要线的 对不对 所以说为了方便我们辨认清楚 那这些地方我们就得去给它分割好 这下面就用这个蓝色去做一个分割 好 然后再到这个手的位置和脸的位置 吸它的颜色啊 稍微的调深一点点 去给它做一个小小的分割 好这边也是 整体走过来一下 好然后你再来把线关掉 关掉以后这样还不算完啊 我们得去给它揉一下哈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些 这个色调还不是很好 就颜色太深了 太深了的话呢 就有问题了 我们就得去给它揉一揉 你看这里的颜色就很深 那我们就得去给它盖一盖 就是就要叫它们的手指区分开 然后颜色又不能很深 我们就要自己去掌握一下 好 然后再来把下方这个地方处理一下 那这里我就加一个蓝色 加一个蓝色 去给它们做一个区分 你看这样就区分上了 颜色也不会很深哈 这就是一个小小的诀窍 然后这边的腿也是啊 加一个亮亮的蓝色 背景色怎么过渡的 用揉边缘 TS自带的揉边缘去过渡 过渡完了之后 再用我们的颗粒做效果 笔刷去给它进行一个柔粗 进行一个铺鸡礼 就完了哈 好 这样一来 你看我们这个小女孩 这个整体是不效果就出来了 是不是 然后呢 我来回到这个衣服的涂层啊 再次 去给它加一下 下面这小小的遮挡关系 去给它加一加 刚刚忽略的 现在都要去给它加上 然后它的衣服上 还有一些小小的花纹 可以去在这里给它加一下 再回到这个手臂啊 手臂这边的体积感不够强烈 再去给它塑造一下 好 这个下方 拿蓝的颜色再加一点 好 你看 这样的话 我就觉得这个 小女孩身上既有暖色又有冷色 就比这边整体都是一个冷色调 要好看很多哈 而且这个颜色才像是正经的肤色哈 太棒了 怎么笔刷很好用吗 然后呢 这里就不算完了 就这个小女孩我们画到这里呢 就可以了 就是不想再细画也可以了 因为它这个已经算是完成度 完全是ok的啊 来我们再来把这个眉毛给它画一下 掉了个眉毛 小女孩画完以后 我们再来回到天鹅的身上 因为天鹅还没有画完啊 哈哈 这样小女孩才可爱 还有颜色是不是 来回到这个天鹅的涂起来 给它进行一个细化 这个头部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 主要是在我们的翅膀这一块 你看这边还有一些颜色没有区分好 我们就要去给它 把这个该区分的地方给它区分上 那这一步就是一个整体调整 然后抠细节 把细节给它抠一下 啊给腿部的区域也分开 变长肤色才好看 我也关键是那个 太子了 太子了 色确实会让我们感觉到临近哈 很多这种精神病医院都会使用 色或者蓝色 但是如果太子了的话 我个人觉得有点反胃 就看起来 让我没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所以我就 还是决定给它换一个肤色 会合适一些 会让同学说出了我的心声 说出了我不敢说出来的心声 懂我啊 这边也是给它 明确一下这个界限 分辨 分辨据计计的调成300dpi啊 我这个图分辨据计就太低了 所以我画出来全部都是马赛克 你看我一放大都是马赛克 都没法去给它进行 颜色的更深层次的刻画啊 然后这边你看没有找好的 这边没有粘好的 我们再去给它连一下 顺便把咱们的翅膀给它画出来 然后这边的颜色浅浅的给它带一下 揉一下揉进去啊 再接过来 然后这边再走过来 这里可以加一点暖色进去啊 加一点暖色在这个上方 揉一下哈 加了之后一定要揉进去 然后下方这一块也是一个小小的翅膀 我给它也是把它的形状刻画出来啊 这里也是啊刻画一下 不要遗忘的 把这些边缘该卡清楚的 我们都要去给它卡清楚一下 这个圆图不是我画的哈 如果是我画的话 那我一开始就要给它 整成一个正常的肤色了 来 这边也把这个翅膀给再 再细致一下吧 这边再走过来一个哈 多一点 然后这里也是给它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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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一点点去吃一下 一般在一个小范围内去拨动这个颜色哈 它就会很和谐 不会很离谱哈 好你看这样它的翅膀又多了几个毛 鱼毛了 再来去给它揉进去 然后下方这边也是这个边界我们就去给它刻画清楚一点点 就吸它周围的颜色 然后调一下它的明度就可以了 调明度或者调饱和度去区分它们的界线 这也是一个调色技巧啊 然后再到这样整体再到这个后方后方今天也是还差一点意思哈 我们也是去给它再揉一下 然后再来给它做一下下 揉进去 稍微的勾一下 然后这边再走过来 这边再接下来 这边再接下来 区分一下它下方的这个羽毛啊 这边羽毛也是啊 这个有点太白了 我稍微的揉一下给它揉进来 然后下方再来去给它区分一下 揉过来 再加一点点 大家平时在去上色的时候可以多试几下 就用我们的Ctrl U或者是Ctrl M多配几个色试一试啊 从中选择一个最佳的 就是在配色这一块很多就是大家的审美可能都不一样 可能你觉得这一个很好 但是别人觉得不好看 那可能你觉得不好看的别人觉得很好看 这都有可能哈 配色这一块确实难说 然后我们这边也是去给它揉一下 你看找一个深色 这边的小翅膀我们就给它简化一下 这边稍微加深一点点去空间给它加一点点 然后呢这个附近呢我还是给它加一点点这种反光哈 加一点亮一点的反光进去 稍微的搓一点点进去 然后这个边缘处稍微的再提黄一点 就加一点暖色调进去 这里就不加反光了 你看这里一加反光跟它的颜色融在一起了 所以说我们如果要加的话 要么把它提亮 要么就不加免得它们融在一起了 好 那这样一来呢 这个 这一个天鹅 它的这个体积感就更一步的塑造了 然后你放大看它的边缘也是一个清楚的状态哈 像这样你把它的每一个边缘都塑造清楚了 你的这一张图基本上就完成了 就你找不到可以再去细化的地方 那你的图的完成度应该就是还是不错的 这边再加一点点 这里的话这个地方颜色有点死板 然后换一个颜色 就是再给你去加一点东西进去 再加一点 换一点颜色进去揉一下 不然它太沉闷了哈 揉一揉就会好很多哈 然后这里再去提亮一点 加一点点 这里就不加了 加的不好看 然后再来我去在最上方新建一个图层 用这个颗粒的笔刷哈 在我们的画面中可以再去加一点颜色 加一点饱和度高的颜色进去 相对来说我们把饱和度稍微提高一点 你去给它加一加哈 你看这边扫一点 然后这边扫一点 只扫在我们的暗面区域哈 轻轻的扫一下 然后这个小人身上也要扫哈 就让它们融合一些 不然整体看起来就 可能像是不在一张图里面 所以说一起扫 你看扫完以后呢 再用我们的橡皮擦 螺边缘橡皮擦哈 轻轻的去给它擦一擦 就加一些不同的颜色 加完还得再去摩擦一下 若有四五的感觉 好 然后再来把它的不透明度降低一点点 这样就完了 完了以后呢 我们再去把后面的小猩猩画一下 新建一个图层啊 这个猩猩的话 我们就手画吧 用一个硬边缘压力大小 就画一个星星 画一个之后去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硬边缘压力大小 我把这个平滑打开开开大一点点 不够大哈 像这种东西就把平滑 借助我们的平滑 太大一点点 然后去画它 走过来 好 翻掉 然后给它cntr gocntr t复制一个右键水平翻转 让它让它放好看一点 看一下能不能对在一起 好向下合并一下 咱们连接一下 我用这个油气筒给它填充一下 cntr go多复制几层 好 那这样一来这个星星就做好了 稍微的调小一点点 这样就大大节约了我们的时间 然后你再去在这个基础上稍微的给它修整一下 比如说它这边哎有一点点哎长短不一的地方 再去给它稍微的调整一下哈 就比较的好 旋转一下 然后再去cntr go复制一个 然后放在放在这个下方哪 然后还有一个月亮哈 看一下这个星星啊 这个星星放在这里 同样大小吧太大了 然后再来弄一个月亮 月亮的话 我们就用椭圆形工具去拉一个哈 按住shipped拉一个阵元 然后再去按住我们的out键 out键再拉一个阵元出来 你看 拉一个阵元哎 然后按住我们的空白格键去一动一下它松手 就可以得到一个月亮了 然后out键加delete键给它填充一下 填充进去 然后cntr d取消一下选区 我们再去给它套起来 调节一下它的位置 对不对 哎旋转一下 然后这个再往下走一点点 这个小月亮 小星星再往下来一点点 然后我们再来去给它 按住shift键 用一个硬边缘没有压杆的画笔 稍微缩小一点点 按住shift键去给它画一条条这个直线 哎走上去 大胆的走上去啊 如果走出去了也没关系 我们后面去给它剪进去就ok了 然后还有一个小月亮 好 这个做完以后呢 我们再来去上面新建一个图层 放在一起啊 看新建一个图层 用咱们的这个铺调子的笔 用这个颗粒效果的笔刷哈 去里面扫一扫 同样的给它做一个渐变 然后小月亮也是 咱们的小月亮和小星星 轻轻的扫一扫 然后再来 回到下方的这个图层 去给它们做一个外发光的功效 双击一下图层的空白区域 然后找到我们的外发光 看它是不是就发光呢 这里的话呢 给它发一个子调的光吧 然后给它改成一个 哎 强光模式 强光 不透明度呢 稍微的开大一点点 好 然后点击一下确定 你看这个光效就做好了 做好以后 还可以在它的下方呀 再去用这个调子笔扑一层啊 就就可以给它加一点这个白色的颗粒 在它周围 这样它的这个光效效果就更明显了 看 是不是 然后这个上方 这一块区域我稍微的擦一擦 就让它不要蒙黑蒙的这么黑 凑一点 好 然后接着呢就是我们底下的这个湖水 我们来把底下的这个湖水给它做一下哈 哎 给它和合并到一个图层啊 合并一下然后剪进去 剪到我们的背景 背景里面去好 剪进去了以后我们再来到底下的这个湖水 湖水的话我们就用这个暗部的调子笔去铺一下 你看一下我们新建一个图层 就用这个湖水暗部 我们吸一下它的颜色啊 就可以把这个天鹅哎 这一块 吸一下天鹅的颜色 然后围绕着我们天鹅去做一下 你看一层叠一层的感觉它就出来了对不对 就不需要我们很费功夫啊 就你随意扫几笔这个湖水的感觉就有了 看这样的感觉就出来了哈 除了这种方式去加它的投影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天鹅这一个全部都合并起来 你看合并到一个图层 然后cntr 勾去复制一个 然后cntr t 一下进行一个垂直翻转 然后给它按进去 好然后把这个投影这一个图层我们给它拿下去啊 拿到这一个拿到我们的背景这个上方去给它剪进去 剪进去以后给它进行一个正偏叠底 然后你再来把它的不透明度调一下 然后稍微调节一下这个投影的位置 哎这样就有两层了它的效果就会更好哈 好这个就是一个投影的制作方法 好那这今天我们这一节课呢讲到这里就结束了哈 大家要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提问 我先断一下直播间 然后传一下回放马上进来 好看 好看 zd